第四回合谈判在土耳其伊斯坦堡 多尔玛巴赫切工里的总统工作办公室举行 离上一次会面时隔两周以上 东道主土耳其期待双方缩小旗舰 土耳其总统爱尔段强调 是双方该谈出具体结果的时候了 一听爱尔段提到具体结果时 媒体都睁大了眼 乌克兰将以能否开设人道走廊的标准 来评断俄罗斯是带着诚意来谈判的呢 还是来耍嘴皮子的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俄罗斯让步了 不再要求乌克兰去纳粹化 去武装化 确保俄语地位等条件 此外只要乌克兰保持中立 在军事上不结盟 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俄罗斯准备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并且让第三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 乌克兰愿意维持中立国地位 愿意在顿巴斯问题上妥协 并且无意用武力 收复俄军占领的地区 以及无意发展核资武器 然而想拿到实质谈判的成果 得靠战场上的表现来决定 因此俄军持续轰炸 乌克兰的部队则在基辅周边反攻 夺回伊尔平镇 乌克兰部队夺回伊尔平 使首都基辅备被围的危机解除一大半 不过体无完肤的马里坡 确认落入亲俄势力的掌握 乌东分离分子占领马里坡市政府之后 插其庆祝 如果这次谈判能达成停火协议 困在马里坡的16万名平民将可安全撤离 华氏新闻综合吧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是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